哈喽,大家好,我是真的很抠门的瑞可 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妆容是根据Lily Collins超欧美的血泪妆容改版而来的血泪妆A货1.0 希望大家给做这次可以喜欢啦 现在呢,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素颜的话 书这个逛逛头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发型 嗯,这不是发型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最近呢,长了一些痘痘,但是没有关系,我可以把它们全部都遮掉 首先用到一个妆前乳 那妆前乳的作用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让毛孔看上去小一些 你想让毛孔隐形,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它确实可以让我们就是上粉底之后皮肤看上去比不用的话 更好 接下来要用到歌剧魅影的六色遮瑕盘 然后呢,很多姑娘说她们用这个遮瑕盘会显得妆特别的厚重 天呐,遮瑕你就遮你有瑕疵的地方嘛 其他地方是无瑕的,你遮它干嘛呢 所以说我会把这个遮瑕膏一点点的覆盖在我有瑕疵需要遮瑕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你就不要去画了,这样避免你的底妆非常的厚重 然后今天的粉底液要用到完美日记的轻薄水润粉底液 这款粉底液呢,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粉质非常的细腻 而且服贴,就是像奶油的感觉 像我之前生病,然后书液很大一个蒸喉 都轻轻的就能够遮盖掉 这款粉底液是含有八种植物护肤精华的 所以上脸之后呢,它非常的保湿 不会给肌肤一个负担感 我就把刚才手背上的粉底液轻轻的拍在脸上 你们会注意到其实我粉底液的用量非常的少 然后再用粉铺去把它们轻轻的推开 粉底液呢,大家不用护的特别的厚 其实这样薄薄的一层就已经足够可以遮瑕和提亮你的肤色了 脖子上我也会给到一些粉底液 这样可以很好的避免一个色差的尴尬 定妆用到的是完美日记的控油提亮散粉 这个散粉呢,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出来我选择的是一个淡淡的紫色 因为我觉得我的面部呢会比较泛黄 所以说用紫色去做一个综合这样的肌肤 看上去就会白细一些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散粉量呢 就是我放在脸上的这个散粉量 我会再取一点放在容易脱妆的位置 定妆散粉千万不要用的过多 这样会适得其反让你的毛孔出现一些白点点 反而显得你的皮肤和妆容的特别的糙 轻薄透气的一层就足够了 修容用到的是City Color三色修容粉 我会努力的去把我的大脸修的稍微消瘦一些 然后我的鼻头呢是一个比较肉的状态 所以我会在鼻头的两侧加上一些阴影 这样能够让我的鼻子看上去稍微的秀起一点 画眉毛今天要用到一支超级长的眉笔 完美日记的百变造型双头细心眉笔 名字也好长 细心的这一头呢可以用来勾勒眉形 画出一根一根的眉毛 粗心的这边呢它的颜色会比较的深 而且板块比较大可以用来上色 Lily Collins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浓眉女神 所以我现在要用细心的这一边勾勒出一个非常粗犷的眉形 画一个打眉毛 然后再用粗的这一头来做眉毛的填充 整个画的过程呢都非常的流畅 我现在要用细心的这一边来勾勒出一些眉毛来 让这个眉毛看上去更自然一点 这种画风就很像 嘿嘿妈妈妈妈你回来了 眼影盘用到完美日记的星河酒色眼影盘 我入的颜色是一个肥紫色 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这一定是个非常好看的眼影盘 它是有珠光和哑光综合栽体的盘子 那这个盘子呢我现在在手背上给大家试一下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烟灰玫瑰的颜色 然后这个是有点像人鱼鸡 它这个盘呢饱和度非常的好 然后呢因为色系比较多 所以说不管是通勤妆容 或者是说比较妖艳见惑的妆容 它都可以画出来 而且我这么夸绝对不是因为它有赞助我产品 所以我才夸它好 而是这个盘是真的很美 那我今天要用到的呢就是这三个颜色 来完成今天的眼妆 现在左眼是一个基本眼妆完成的状态 右眼是一个裸眼的状态 看一下这是有眼妆的状态 这是裸眼的状态 那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眼妆是怎么画出来的 首先我会用到这个烟灰玫瑰的颜色 来给我的眼妆做一个打底 这个颜色在日常妆中单独使用的话 会非常的自然而且温柔好看 接下来我会从眼尾开始 少量多次的叠加深紫色的眼影 叠加画法会让你的眼影看上去 非常的有层次而且过度自然 也避免了你一下子就下了重手 把自己画成一个巫婆 在眼球的中央用到一个珠光色来做提亮 这样能够显得你的眼睛更有神 刷眼皮更宽 一定要记得拿一把干净的韵眼刷 来揉合一下眼影边缘 接下来就是大眼睛的小秘密双眼皮贴 那左眼呢是有贴双眼皮贴的样子 然后右眼是我自己的一个窄到不行的双眼皮 所以我现在呢要把我的右眼的双眼皮 粘上一段双眼皮胶 然后重点粘在眼头的这个位置 这样能够很好的给我的眼头开一个眼角 然后让这个双眼皮看上去非常的宽 眼睛显得更加的大 眼线呢用到的是U-KISS的一个眼线笔 它这个眼线笔确实不太容易花妆 但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 就是太容易漏墨水了 经常那个一笔盖一手都全是这个黑黑的墨水 就希望这个致命的缺点 品牌方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然后呢我的下睫毛是 我没有下睫毛 所以我决定直接把它们画出来 然后再一次用到深紫色的这个眼影 把我刚才画过的这个下睫毛呢 揉合一下让它们不那么突兀 NYX的白色奶油眼线笔 用这个眼线笔呢 我们来体量一下眼头 记得用那个棉签把它揉合一下 睫毛膏我就不推荐了 你看见我有睫毛了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刷都刷不出来 我就是个秃子 所以别人用刷睫毛膏就能办到的事情呢 我却要用粘的 我选择了一副还没有你的睫毛浓密的自然假睫毛 然后我要用到液体眼影液来代替眼睛上的小钻石 一定会有小伙伴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贴水钻的那个贴片呢 因为我抠门呢 能够被现有评价代替的东西 我当然不会去买了 唇妆用到的是完美日记的琉璃时光唇釉 这个唇釉真的是超级超级美 我现在试色的这个颜色呢 是烂番茄 然后这是非常火爆的一个颜色 同时也是张绍涵的一个同款颜色 它真的很像麦当劳的番茄酱 同时我还入了一个很美的颜色 是这个葡萄美酒 它并不是紫色像的葡萄美酒 而是对黄皮非常友好的 也是一个像烟灰玫瑰的颜色 我把这两只唇又能混合在一起 然后做了一个唇妆的打底 然后再叠加了一层这个葡萄美酒的颜色 这两个颜色都对黄皮非常的友好 然后用烂番茄来画一滴血泪 妆容基本上就完成了 最后在的妆面上加上一个Lily的美人肩 头饰是我在楼下小卖部花了一块钱 买了一张黑卡纸自己做的 让我一个体重130斤的女人来露锁骨 真的太丧心病狂了 所以我决定直接用修容粉画一个假的锁骨 现在我来教大家怎么不花钱做出Lily的衣服 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件白衬衣 然后把前三个扣子解开 这样细在肩膀上面 然后找一件宽松的黑色外套或者是衬衣 把它搭在我们的白衬衣外面 为什么要找宽松的呢 你看我穿的多么辛苦就懂了 把两件衣服的衣领整理整齐 这样你就get到的Lily Collins的同款衣服 最后把我们的配饰整理一下 戴上一副耳环 这样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希望你不会嫌弃 那今天也感谢你的观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